美國現在呢 他們要持續做舉債 如果舉債不斷增加的話呢 代表美國債務的 美國這個公債的供給量不斷增加 代表價格會持續往下掉 所以股市有壓力 債市也有壓力 這先請教一下教授幫大家觀察一下 我想這一次這個美國道雄工業的這個指碟 應該是要看這個債市方面 因為債市是先跌的 對債市是先跌的 而且目前來看的話債市並沒有止跌 而且這個殖利率往上開始在上揚 那大家要問說 OK那這樣的話 我把股票的這個錢 在很高檔的時候把它賣掉 那因為我的這個邊際的報酬率 已經減少了 你看Amazon如果還在漲個20%的話 那已經是比較不可能的一些事情 比較顯著 我們同學說 大概只有1%或3%的機率 機率比較低了 比較低了 所以說我把它賣掉 然後有部分的資金 它的確它轉進了這個債市左右 但是這中間還有一個黑洞 所謂黑洞就是說 我把股賣掉之後 或者說有人還在賣債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還是出現在這個無風險利率 那無風險利率在財務理論當中是核心 所以我們在做投資的時候 我都跟那個學生或者是基金經理人講說 期貨跟顯著潛力絕對不要做長 那個是有實踐的價值 另外還有無風險利率 那現在最根本的地方就是無風險利率提高了 對 但無風險利率為什麼會提高呢 因為每個國家的營養都講 講說我這個通膨上升 我這個TIPS跟這個美國十年期公債的這個GAP 已經二了 所以說我要提高 我要這個提高升息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說 是真的有這種現象嗎 我們就來看油價跟這個進價 如果說通膨是來自於這個需求性的 比方說大概我們大家都加薪了 價格這個五萬十萬的話 那我們需求性很高 那這樣的時候 房地產一定還會再漲 房地產還會再漲的話 我一定買黃金 可是你注意到最近黃金都是跌 沒錯 對 短線都是跌的 而且都沒有漲 第二個 油價 好啦 你說有效需求增加 對不對 比如說 大家提到說加薪 然後怎麼樣 那有效需求增加 但是沒有 因為油價到67塊的時候就停了 他也沒有再上升 但是作為一個央行 他的本位主義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要預防通貨膨脹 接下來我的任務就這個 那你給我多少預算 那我達成了 我就要把利率拉高到 FOMC那個資金聯邦利率2.2 那我管他後面是怎麼樣一個通膨 所以說我是很怕 這樣一個狀況會形成一個漏空 因為你如果說是因為預期的通膨 然後真的沒有通膨的話 那你這段就慘了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搞不好是不是來自以真的是景氣復甦 搞不好是來自以這個原有 如果是繼續漲上去的話 那就是一個cost push 價格推動 就是一個挺制性的一個拉動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狀況一出來 所有的鷹派一定是回頭突然 一定是這個狀況 但是在這種恐嚇跟威脅之下 那我企業會怎麼做呢 如果說我今天買了這個 像我那個兒子就一直跟我講 老爸你不要 我跟你講你不要跟我買房子 那個自買款 差1%是差了 一年差了十幾萬 我生活品質是會不會你搞砸 那我當然也不敢買 但是很多人很多企業 包括像日本過去的那個 泡沫的蒜你就知道 為什麼日本股市漲不上來 因為每一個企業都要去槓桿 所以說他就把那個 公司裡面的一些理財商品 像大陸叫理財商品 就賣就清理就賣賣 所以賣的時候你發現到奇怪 這個企業為什麼在賣債 因為他感受到那個利率的威脅 利率的威脅 他長期的負債會增加很多 因為我們在公司的這個融資 在MM的定義當中有提到 如果說你長期的負債增加很多的話 那我怎麼幹呢 拜託我長期負債煩掉 我用短期以短時長 這個大概所有上市公司的 這個財務經理人 每天都在銀行跟銀行聯絡 那你銀行說 那乾脆就用那個逆斧 逆斧就是票券的那個循環 你就一直用 一直用 反正就從低用到高 那總不會說 一下子就定了6% 然後死在那邊更好對不對 所以說變成說企業在賣這個債 賣這個股票的時候 讓你看不到說 這個為什麼股票賣掉 沒有轉到債呢 債還在漲呢 因為這是有一個黑洞的這個存在的 另外第二個黑洞 可能蠻可怕的就是說 你沒有想過那個無風險利率 定存 因為現在如果說 銀行的這個利差會增加的話 他一定開始去吸收一些定存的這個資金 希望說你把這個定存的資金 吸到我這邊來 那我現在放2%以後放3% 那過了幾年之後搞不好啦 搞不好希望不要這樣 放到5% 那我不是賺翻了 像今天有某一家這個金礦公司 因為他投資的還不錯 為什麼他投資還不錯呢 因為他避掉了那個債的那個下跌 跟美元的那個下跌 是 對 這個是讓他避掉了 那這樣一個狀況 讓他的投資也增加 另外販款的利差方面也拉開 所以他第一個月就賺了這個100多億 那最主要是來自於這個投資 跟利差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 目前所有所有的問題呢 都是無風險的這個利率出的狀況 不斷的往上走 對 不斷往上走 那最後呢 我想呢 請大家觀察幾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就是新興市場的這個 股市波動的情況 就是看美元指數 因為美元指數如果說最近呢 是還是這樣緩緩的才上揚的話 它已經觸底了啦 短線有反彈的這個氣息 有晚彈的氣息 但是如果說他反彈的氣息 非常的快速的話 那新興國家的這個股市呢 可能有就 影響性會非常大 會非常大 因為資金跑了 外資賣了300多億 賣了200多億 是 100多億這樣跑掉了 那第二個 美元指數漲 那你當那個 那個回去美元指數要買債券 那如果債券持利率再沒有下去 那就是系統性風險 就是系統性風險 那就是整個全球 火燒連環傳了 對火燒連環傳 所以說這三個指標的這個互動呢 應該是一致的 是 那目前來看的話呢 從短期以來看的話 稻窮並沒有那麼別觀 但是從非常多的商品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他們長線 都有一個非常 這個不妙的這個狀況 一個是油價 一個是金價 這兩個呢 對人類的這個 我們通常講叫做避難的商品 對像那個黃金淘亂的時候就漲這樣 他們都是在2011年的時候盤頭 然後一直盤了三年之後積疊下來 那我想呢 稻窮會不會26616.72點 是一個歷史的最高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人類未來 不是人類 就是整個全球 未來這個股市呢 可能就要特別的留意了 是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提到美國 其實呢 這一次啊 持續在做一個舉債 那美國的債務現在到底有多大 大家看一下 其實美國現在債務的規模 是來到20.4兆 那美國債務上限是19.8兆 所以超過了 所以現在呢 只好這個政府要關門 不過美國其實沒有怕在欠錢 因為真的欠錢最大 他們一路以來 就是債務不斷會有一個膨脹 不過現在全球的這個金融市場 都在都在擔心美國股市 就像剛剛教授講 會不會這一次呢 是歷史上的最高點 我們已經見到了 先來請教一下這個穆華哥 這個全球債務不斷擴大 可是現在呢 全球央行又不斷的這個緊縮情況 你怎麼觀察 對這個緊縮到底是一時的 還是說呢 真的是會持續緊縮下去 現在目前還沒有定論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問題的癥結點 那但是就是說 美國股市的今天清晨的崩盤 那最主要有兩個導火線 一個導火線呢 就是英國央行出來 這個火上加油 這個剛才大科所講 那我們一般來看到 就是說央行他還沒有升息之前 其實實質利率會先動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英國十年期國債殖利率 已經先動了 對啊在昨天大幅跳升了 百分之五的幅度 就是說這個價格 是大跌的一個情況 這個殖利率大幅的往上升 這是實質利率 我們一般的這個實質利率 我們一定看主流期 主流的十年期債券的利率 那另外一個就是美國國債 連續兩天拍賣 這個拍賣的情況都不好 非常不理想 自然不好 因為大家預期利率要往上升 就當然就不會想 現在就去買債 就來買的人變少了 因為後面他可以買到 更便宜的這個債券 就利率更高的 對啊利率更高的 他可以買到更好這個債券 他為什麼要現在買 所以你要看到 美國十年期國債殖利率 這個在今天清晨 昨天晚上的時候 又在創這個新高的 波段的一個走勢 那就這兩個事情 把股票又壓下去 雖然經濟數字不錯 但是股票市場抵不住 這個利率上升的 短線的恐慌 那另外其實德國 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十年期國債殖利率 最近也上升 這是一年期來走制圖 哇最近很陡峭的往上升 所以不是說只有英國 跟美國殖利率往上升 連德國的十年期 國債殖利率 都大幅的往上跳升 但是只有兩個國家 沒受影響 很有趣 第一國家是全世界債務佔GDP比重最高的國家 叫日本 這個達到百分之兩百以上GDP的比重 居然他的利率不動如山 你看日本現在還在這個位置 你知道嗎 他就是 他還在超級寬鬆嗎 他前次才說他要無限量的買 某一個期間的債務 不斷的供應 黑田東彥還是堅持的超級寬鬆的政策 所以日本完全無動形中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日本十年期國債殖利率 連0.1都不到 連0.1都不到 連德國都已經到0.6以上 日本然後0.1不到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台灣 這個偉大的台灣 各位可以看到 殖利率有沒有動 這跟國際根本就沒有傳導性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殖利率在1% 最近全世界殖利率飆翻了 但是台灣十年期主流債券殖利率 就壓低不動 為什麼 因為台灣受險機構錢太多了 不斷的去買 只要你上去我就買 只要你上去我就買 另外一方面就是長期利率 其實是被看衰的 台灣的長期利率是一直被看低 一直看低 可能是將來是往日本走的 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 孟芳哥提起很多次 其實台灣很可能會走向 日本的這個後程 這個是我認為是肯定的 台灣走向日本的利率模式 是肯定的 這個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持續觀察 對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那我們來看到 剛剛大K所講的 美國沒在怕 為什麼美國沒在怕 就算美國的債務 現在是目前全世界 No.1 美國的債務有多少 各位來看一下這張圖 你就知道了 美國的債務是 這個地方 20個Tillion 就是20兆美金 可是問題是什麼 它的顏色是橘色 這個顏色越深 越像紅色走勢 就是債務佔GDP比重越高 是 美國還好 因為它是橘色 它不是最深的 它不是最深 最深是什麼 Japan的 你看是整個先紅的 為什麼 因為它債務佔GDP 比重是達到220% 是全世界第一 那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全世界第一的債務 比重的GDP的國家 在這個債務佔GDP 比重低的國家 沒在怕 對 那全世界呢 這個相對債務情況 佔GDP還算良好的國家 在那邊緊張得要死 因為它的這個佔比 大概是150%左右 就是說它的債務20兆美金 因為美國的GDP 大概18兆19兆美金 差不多是105% 但跟這個220%比起來 那真的還差一半 但是美國是怕得要死 這個就是像目前 全世界好玩的地方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張圖你就更明顯 全世界各國這個債務佔GDP比重 越嚴重的地方是越紅色 包括各位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 整個北美包括加拿大 都非常的嚴重 拉丁美洲 包括南美洲 巴西也是非常嚴重 澳洲 你們很意外 澳洲也很糟 澳洲的情況也不好 那歐洲的話 當然就是歐洲國家非常差 像意大利 希臘這些國家非常差 跟各位講 台灣現在目前的GDP 我們算大概是16兆台幣左右 那現在目前 根據財政部的資料 我們的中央政府的債務 加地方政府的債務 加起來大概差不多是6.7兆左右 所以呢 佔我們的GDP 大概40% 非常低 感覺還算好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我們有隱藏性的負債 把它加上去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就是說 那個社會安全基金 那些什麼 很多隱藏性負債 把它加上去 就不得了 那事實上 你要問我說 利率到底會不會升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大家來思考一下 根據國際金融研究院 就是IIF 它在去年第三季 出了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告訴我們什麼 到去年第三季 全世界的民間加政府債務 總餘額多少 不是只有政府 這還加民間 加民間的 不得了 233兆美金 7000兆新台幣 7000兆新台幣 是什麼概念 台灣的GDP 16兆對不對 430倍台灣的GDP 這是全球的債務 對 民間加政府 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問題是這個債務上升的速度 極可怕 金融海嘯之前 2007年的時候 這個數字是142兆 到2000年 這個數字就上升到 到2014年 就2017年 再過7年 到2014年 這個數字就破200兆了 然後用這樣子的增幅來看的話 年增率是5% 可是去年的第三季 它的增幅加速 到將近年增速到快10%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基數越來越大 但它增速越來越快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請問民間樂意升息嗎 政府樂意升息嗎 我就提供這個觀點 給大家參考 接著 請問民間樂意升息 請問民間樂意升息 請聽民間樂意升息 會有 Mindset 請問民間樂意升息 就能夠 請問民間樂意升息 因為